programa 以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古今 接下來我們來教大家怎麼 使用這個.. 我的最愛這個按鈕 就是我最愛 大致可以將你的攝氛和亮度給 保存下來 就是將你喜歡的一個設定值 給保存下來 然後只要 妳點 點一下 va 我的最愛 就是这个爱心的按钮 他都会将他都会马上跳回到你这个 你所设定的一个亮度灯色温 以达你比较喜欢的一个亮度 好我们先教大家要怎么使用 我们先将这个亮度灯色温用这个AUTO 让他自动设定一下 亮度现在是白光的部分 然后我们 先将这个 我们先将这个色温好了 色温调成橘色 看下面这边已经变成橘色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调一下亮度 我们将亮度调高一点 再来亮度都很高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色调给保存下来 我们就按住这个爱心就是我的最爱的按钮 按住3秒 然后按住3秒然后他设定好的时候 大家其他的按 其他的灯号啊都会闪3次哦 我们来按按按看 按住3秒1秒2秒3秒熬31秒 长一次2次3次哦 这样我的最爱键也亮起来了 所以这样就是有一个设定保存好的一个 现象一个一个显示 好那我们先将这个我们来试一下看有没有真正的保存好 我们先按AUTO 让大家自动调光源 好 那接下来我们按一下这个我的最爱键 他就马上变为我们大家设定的 那个橘光的部分然后亮度也蛮高的 好这就是我的最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方式啊 好 以上是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在影片下方点选喜欢 并订阅频道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